春節啟動人流管制嗎 要來聽聽指揮中心記者會的最新說法 在會場上除了我之外 還有我們醫療 還有社區防治組的莊文翔莊組長 以及醫療影片組的羅一軍羅副組長 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們目前一個工作的一個情形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宣布有3例境外移入COVID的病例 從美國 日本 菲律賓入境 沒有本土的案例 案914為本國籍60多歲的女性 去年9月到美國工作 今年1月30日返國有3日前的陰性檢驗報告 入境時指動告知在搭機的時候 有這些腹瀉的症狀 那在機場採檢 那結果是陰性 那2月1日 2月1日於集中檢疫所進行二採 那今日確診 那以掌握個案同班機前後兩排座位的旅客 17人 列為居家隔離 那案915為日本籍50多歲的男性 那1月15日來臺工作 那當然有搭機前3日的檢疫性報告 那入境在防疫旅館檢疫 那沒有症狀 那1月30日檢疫期滿後 由公司安排到醫院自費採檢 那結果呈現是弱陽性 那先收治住院隔離 那1月30日的檢體經實驗室 復驗 核酸及血清腫抗體均呈陽性 那今日確診 那以匡列個案接觸者兩人列為居家隔離 那案916為本國籍20多歲的男性 那去年1月到菲律賓就學 那今年1月26號返國 那搭機前的檢疫性報告有 那在防疫旅館檢疫 那1月28日29日陸續出現喉嚨不適 及咳嗽的症狀 1月31日主動回報 2月1日有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那今日確診 那掌握接觸者共35人 包括同班機接觸者及防疫旅館工作人員 其中9人列為居家隔離 26人有適當防護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個案都沒有增加 那你跟大家也報告一下 相關我們現在採檢力隔離的情況 那這裡我們總共隔離四十天到現在 有四三二五人 那1月102人社區845人 回溯有3378人 那醫院這102人並沒有包括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解隔離的440人 所以總隔離人生應該是4765人 那這是一個 那醫院的部分 在集中在集中監獄所還有41人 那居家隔離有61人 那關於大家比較關心的889 在就醫時候的接觸者 那我們在第一階段已經都檢查 昨天跟大家報告過276人 那275人陰性 那一例陽性就是908 那因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擴大相關的 居家隔離的人數 跟我們要檢驗的人數 那像我們匡列的是 昨天報告是158人 我們現在報告 多了8位 多匡列了8位 是166人 那目前結果還沒有完全出來 不過初步 這166位有151位 是陰性 那6位在檢驗中 那9位在採檢 這是 889的相對情況 那至於回溯採檢 回溯 的部分 大概這個我們3378人 已經完成了2123人 那也全部都陰性 那整個在 布桃 在明天開始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布桃的一個擴大篩檢的計畫 那昨天那個張教授有跟大家報告過 那不過我們今天的範圍大概就是 總共他的員工大概是2663人 那裡面包含了 就是醫院本身的員工 2310人 那加上他的一個 外包的人大概353人 所以2663人 那扣除一部分我們認為是不需要的 大概575人 所以實際 在擴大採檢的範圍內 要做PCR的 總共有2088人 那這575人在不需要採的 主要是包含 第一個就是我們中和大樓才剛剛採過 這邊大概有321人那樣子 那還有一個到2月1號以前 就是2月1號以後才解隔離的 那日子很近 那有一些在隔離中 所以那一部分就在解隔完成之後的採檢 應該也是算是在整個的範圍內 這邊有201人 然後護理之家的員工大概有33人 那有20人 是在1月4號以後都沒有來醫院上班的 可以有一些請長假 長假 長假等等的 所以總共大概不需要採檢的話 是575人 對 575人 那整個範圍是2088人 好 那另外一個 因為是在經常大概 還是有一些報告說有關食物的一個 的情況 那我們大概 這個前兩天大概有人在問求說 這個事情我們就是例行的一直在做 例行在做 那所以從30 從11月6號起 到1月30號 我們總共採檢的104批 104批 那樣本 一個大概將近四個 因為這是內外包裝跟消毒前後 所以裡面大概408個樣本 那採檢都是陰性 那裡面大概包括牛豬 牛豬雞水產品 當然實際上以這類冷凍食品為主 那總共是包括104批 那檢驗的結果都是陰性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報告到這裡 哪個問題可以提出來 東三提問 想請教說這個旅遊專區像是春節的總量管制會讓去年的1968 app重新付出嗎 然後第二題想請教就是剛剛部長提到的這個布桃的清零計劃 時間上是2月3號還是4號 因為之前說4號 然後昨天突然說又變3號 此外還有就是 就是台北市長顧問哲 因為在錄製節目的時候有聊到說 有人向他兜售新冠疫苗 但是他認為說決定誰先打很困難 所以還是統一交給中央分配調度 這部分指揮中心有掌握嗎 是不是有些廠商跟台北市這邊有一些接觸 謝謝 沒有 那裡面我們以2、3、4號為一個基準點 那整個實行起來我們大概三天 所以從3、4、5 三天執行採檢 那還有接下來還有在那個檢驗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時間是2、3、4要執行這2088人 的一個相關的採檢的計畫 至於要抽多少的血清 那現在還在規劃中 那至於在兜售我相信在現在這時間 大概就會有很多的相關的 對這個熱心的人都會提供很多的相關的線索 那當然每一個單位個例大概都會有這個情形吧 那我們還是跟可靠的相關可以信任的直接單位 來做進行相關的一個協商 請教那個1968APP重新付出的部分 是不是這個春節總量管制這一次也會納入考量 今天在整個不管是在總量的管制或總量的警示 那我們看看交通部的一個相關的規劃 那今天下午的指揮中心的會議會來做討論 部長有提到說待會下午會跟交通部進行一些討論嗎 有關人流管制 那想詢問說那目前有沒有大概有一個 我們管制策略有一個方向大概出來了 那可能跟去年端午節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嗎 那還有是說現在可能夜市跟花市 可能現在人潮已經比較多了 指揮中心目前這部分有想說要先提前來 針對這兩個比較人潮聚集眾多的場所做一些管制嗎 謝謝 大概就是大家也不用就急著說有什麼不一樣 那今天如果講的跟明天不一樣 大家反而增加大家的困擾 我們大概今天下午討論出來定案 那明天就有清楚的跟大家來做宣布 那至於就是說相關的一些人潮的管制 我們大概都會一併來討論 不過還是提醒不管怎麼樣的一個管制 那把口罩戴好請洗手 那還是最重要的 部長有媒體人說輝瑞疫苗早就已經和大陸的代理商上海復興簽約 所以我們要買到輝瑞疫苗的話 除非德國的輝瑞他們違約我們才有可能買得到 那我們目前是不是因為這大陸這一層關係 所以讓我們買輝瑞疫苗是有受到阻礙的 那另外就是說有專家說如果我們要買的話 也可能是要等到疫苗已經不搶手了 我們才買得到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不會成為全世界比較後面幾個拿到疫苗的國家 謝謝 大概就是說每一個在疫苗廠 他們都有相關的一些商業的合約 那當然我們在談的時候 還是要跟相關有被授權的單位 才有辦法來談嘛 如果都沒有授權 那事實上就很難談 所以我們盡量要排除各種可能的一個 這種障礙 那然後能夠盡快的能夠取得疫苗 那至於說台灣會不會說最後才拿到 事實上各種可能性都會有 不過我相信我們是不會最後 那至於各種管道 我們當然有確定以後會跟大家來做報告 部長好想請教一下我們跟帛琉的旅遊泡泡談了很久了 那最近會不會因為我們布陶的醫院群聚事件而耽誤 跟帛琉的旅遊泡泡還有沒有可能後續發展的可能性 謝謝 那當然因為這是波濤的世界一定會耽誤到很多的事情 我們總是要把國內的情況能夠控制穩定 才要考慮各種泡泡的可能 要不然整個加重防疫的負擔 那這樣子可能就會 因為就是對整個的防疫造成一個 比較不利的影響 那但是帛琉泡泡這並沒有說要放棄 要看那個整個的環境的狀況的變化 那找一個適當的時機來開始 部長好大一電視想要提問 前陣子有提到布陶醫護 針對布陶的醫護啟動心理關懷 想請問詳細是如何來進行 是會跟桃園衛生局一樣有特別設立一支減壓專線呢 還是說指揮中心這邊會定期有人主動的打電話關懷 第二個問題是想確認清零計畫 2663位醫護與外包人員 是核酸與抗體這兩項檢驗都要做嗎 還是說有什麼樣的區分 那預計結果什麼時候會出爐 有目標的時間嗎 謝謝 好的 關懷本來就有機油的管道 那布陶本身又本來就有它的一個 不管是醫療或心理上面的一個專家都有 那衛生局當然有這些 在從行政的體系裡面予以關懷 所以從醫療體系的本身 跟這個地方政府的兩方面 都同時會來進行從多角度多方面的 希望能夠讓他們心理能夠更平穩更安心 那至於就是說在時間上 我應該講過總共是2663 那就扣掉575 2088都會做PCR 那至於血清的 我們現在還至於哪些要抽血的 我們現在還在規劃 那預計完成我們大概就是實際執行檢驗室 希望能夠在2月3號4號5號 分5個提示去完成 那檢驗當然要看整體的檢驗的時間 那我們希望能夠盡快 部長好 那接續這個清零計畫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布陶可以恢復正常的運作嗎 那是不是說這些檢驗的人都要全部是陰性 或者是還有什麼其他的這個觀察標準 然後才可以讓這個清零計畫來完成通過 整個布陶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擴大的篩檢 當然就是一個就是大家看看還沒有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那再來看看這樣的一個檢驗結果 再來擬定我們下一步的計畫 我們期待透過這樣的計畫 不管是布陶本身或者社會大眾 大家都能夠安心 想請教部長兩個問題有關疫苗 第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我們去年曾經跟東陽 就是有機會能夠簽約 來取得這個輝瑞疫苗 那想問一下部長現在會不會覺得說很惡玩 當初沒有拿到這個疫苗 那第二個就是說之前有提到說 可以願意來公開當初的一些談判的一個內容 那有預計什麼時候公開嗎 什麼東西 就是跟東陽的合約的部分 公開什麼 公開談判的內容 第一個這個我牽涉到一些保密的協定 那第二個就是在 這沒有什麼二晚不二晚的問題 這買賣不成情意在我早就講過了 這是基本上是一個商業的談判 那大家各有每一個這單位談判的單位 都有各自的一個思考的一個方向 那雙方沒有辦法合議 那當然就不會成 那就是這個事情就這樣 這是純粹的是一個商業的談判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 另外一個商業談判背後當然是背負了整個一個 一個防疫這樣的一個基調在 那但是還是一樣 這還是雙方有雙方各自的立場 那每一個人都會就他的立場 然後互相去妥協 然後最後沒有辦法合議 那當然就是破局 部長不好意思還是剛剛那一條 那我們讓部桃恢復正常運作的這個標準是什麼 就是根據這個清零的結果 怎麼去判定可以讓部桃恢復正常的運作 沒有一切都沒有其他情況 那當然就是會開始來做一個 相關的一個逐步怎麼樣去復去恢復正常的運作計畫 那至於其他有發生什麼情況 那可能就要另外來做考慮 那目前當然就照著一步一步來 照著我們原來構想 那如果都能夠很完整 那當然就往前走 行報請問 請問那個購買疫苗 疫苗是不是有可能像種子種苗那樣 就是買來以後再重新培養 還是要全部每一隻都要由狗外引進 那兩種做法的成本可能相差多少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之前有說2月4號是重要的觀察期 那現在看起來有沒有 重新擬定觀察期的必要 沒有 現在就是 用一個時間點 那訂定相關的一個檢驗檢查的計畫 然後看看這結果怎麼樣 那至於 疫苗的 那 談的大概就是 大概有進口有幾 有幾種情況 購買上面 就是 全副武裝 全套的 都一次都進來 那又有時候購買原藝 然後在這個本地做分裝 那另外一種就是授權製造 但沒有那種說 授權製造就是有一定的方式 那生產線怎麼樣來做進行 張老師要不要進一步 就是這樣子 沒有 你剛才意思是什麼 我比較聽不懂 就是授權製造分裝 原譽授權製造 就是在 在從那個原譽裡面去 培養更多的疫苗 的支數 不會這樣子 他一定有相同不同的成分的原料 那該是怎麼樣製造 那有一定的製程 那授權製造 就牽涉到整個的設備 跟原廠的授權監督 然後最後 再 再完成整體的程 的程序 另外就是 原藝來 然後就分裝 大概是這樣子 我還是想請教一下 現在有歐盟刑警組織警告說 現在 有販售很多的假陰性證明 那想問指揮中心這邊怎麼因應 有沒有什麼查核的機制 有 當然有這樣的訊息 我們當然就會 請相關的警政 能夠得到這些 如果是假的 那他的樣子怎麼樣 不過真的是 這 什麼東西 那我們只能提高 這個警覺 那大家也不要 任意 聽信這些 可能虛假不實的 情況 發覺有任何情況 那這樣能夠跟 相關 不管是我們警政單位 或是我們本中心 有關這個 相關的疫情的 就跟到我們 本中心來做 報告或提供資料 給我們 今天新增了三例境外移入個案 分別是從 美國 日本 菲律賓入境後 確診的 有任何最新消息 廣告後帶您關心